大甲知名高品业者吴聪潮 因为创造出全台第一颗 以芋头为造型的小芋仔芋头酥 不但声名大造也深获消费者的青睐 而日前呢 更在有着食品件米其林之称的 国际风味评件大赛里头 夺下了二薪殊荣 最近也再度以小芋仔为原型 推出了包有芋泥内线的商品 希望能够以创新口味 继续的开拓高饼商机 深褐色的外表 看起来就像是一颗小芋头 但这可是大甲知名高饼业者吴聪潮 以芋头为发想 所制作而成的小芋仔芋头酥 松软绵密的口感 里头还包有麻吉跟咸蛋黄 最近更荣获有食品界米其林之称的 国际风味评件二薪肯定 有得到食品界的米其林ITQI 它是比利时布鲁塞尔所举办 那我们就历经了好几个月的评选 跟把我们的产品送到比利时这边 做一个评选 所以还蛮难得到 而且我们得到两新的评选 国际上他也会觉得 哇 怎么有这种东西 所以这种东西就是他们都很惊讶 惊讶 吃了又好吃 所以 这种东西感谢 虽然今年受到疫情影响 高炳业绩大受冲击 但无葱炒的研发脚步依然不停歇 最近也再度以小芋仔为原型 克服许多烘焙困难 推出包有流动芋泥内线的 流芋小芋仔 将绵密口感向上提升 并结合线上新品发表会 希望以创新的口味 继续开拓 高炳商机 那一般它芋头 它没有办法做成 这么的流动型的液态的内线 所以我们克服了这个困难 我们已经研发了快两年的时间 就开始发想到我们研发出来 除了小芋仔之外 业者也推出了以妈祖匾额为造型的平安饼 希望透过创新求变 让老品牌能够有新风貌 继续抓住消费者的味蕾 在竞争激烈的高炳市场当中 占有一席之地 记者陈伯和台中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